南大管政区教育两个月一半月的提案会报 副管长丹正先生先生先来肯定 这个月监察较早前进化这些独立犯罪案件 在这月中,警察叫少年罪罪案件 今年6月份少年犯罪案件 上次做地区是在保理地 提出副管长也支持交易处 以及社会劳动处 要进一步来了解相关案件 心中处理 在今天一个提案会报当中 副管长丹正先生是受伤困南大管政区 和南大地监事 合作进行的持续毒品专案行动 成果是相当美败 副管长表示,随着社会改变 毒品跟扎片顶案件是不断增加 管府的家共和单位的連結 专业大致犯罪 毒品在上个礼拜 我们警方就破获了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毒品的 换售的一个腰头 这也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可以朝这个方向一起去往下追 它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另外应该搓手的问题 我们警方在配合我们整个社会邮寄 还有我们的银行也做这方面的努力 让我们也支过了几三千万的一个财产顺势 会中警察局少年对报告基础 今年六月份跟去年冬季比较 少年犯罪素量有增加的情形 在这台部份都是策刀案件 犯罪人数是保理人员最多 对处警察局标识会跟共同航空宣度 副管长也信重支持到有处 跟社会一起努动处 这一步了解处理 那尤其这些孩子是有犯了违罪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们在一些行为还有认知方面 比较有一个偏差不正确的一个理解 那我想在社会纪劳动处社工员 还有机构的管理人员申扶员 以及学校的辅导老师 我想我们这三方面要连接起来 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行为 还有一个法律的一个智能的一个素养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行为 把这个偏差飞行的行为能够导正过来 除了警察局以外 管府建设、社会、新闻、家卫和小红丁局处 也都这一步配合 政治公共安全、家庭保理、允议法案件 并辅导和宣度增加关联 国党委共同合作 希望提升南大冠的提案表现 记者行事参伯渡